我们看到有这么多零零种种 我们一下就找出了九个 大家都藏在市面上 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看到的标章 但是如果你认标章去买东西 结果你的商品还是出状况的话 那么要请问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是不是这标章太容易申请了吗 还是就是流于知识化 政府是不是应该还再增强 再多做一点什么让我们安心 因为其实像今天立委他有在说 他要就是是不是GMP干脆要取消 可是其实对这个政府来说 他就是说大统的事件 他虽然有17张GMP 可是事实上他有140项产品 那他是17项有申请这个GMP 他其他的都没有申请 那对政府或者是这个专家来说 他们觉得其实这个制度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那因为有管总比没管好 要不然因为或许在管的过程当中 会有几家他可能会出状况 那他们现在的制度就是说 他委外经营当你出事的时候 如果说你出事你比较常记录不良的 他也许他来机查的时间就会缩短 或者甚至不定期的机查 那你如果是比较优良的厂商 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可以拉长一点时间 那我认为说如果说现在连这样子 大家这么耳熟能详的品牌 像医生也说 他以前都会建议民众分散吃 或者是多选择知名的品牌 现在连知名品牌也不可信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政府其实应该要把这个 GMP的或者CAS的这些管理 就是要缩短他的这个 就是机查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才能确保 然后他们也 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一旦被我机查 要是有不合格的话 我会先观察 希望你改善 那如果你实在是非常恶劣的话 我就取消你这个logo 可是对GMP或CAS 他们是志愿性的 他其实也不见得说他一定要 反正他照卖 那倒是这个HACCP 它是政府规定 一定要强制认证 你要是没有 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产品 纳入这个HACCP的认证 工厂 从工厂去查 源头去查的话 或许会好一点 是 听你刚才讲的说 油管总是比没有管好 但怎么样管才会管到最好 其实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例子 我们可以整合一下 不要这么多 大家看花了 对 就是这样子有点 对啊 在消费的时候还是状况 是 那因为其实 为什么主管单位 其实就像昨天立法院 在咨询的时候 官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有的是经济部管 有的是工业局管 有的是农委会管 那现在其实行政院 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 从这个塑化季开始之后 他们觉得说 现在是有所谓的食品安全汇报 那他们会针对大事件来的时候呢 就是定期的开会 可是官员他们觉得这样还是不够 其实他们觉得应该要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小组 包括一些什么法务部啊 农委会 大家就是或者是 透过这些跨部会小组来告诉 就是说来研商这些 有关的这个认证或追踪 或者是这个食品安全的管控 是不是要归某一个单位来管 这样子呢